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八蛋殷科 在北京过得没钱 没房也敢劈腿 谁给他的自信 小凡劝我 李胜南 你就是对殷科太好 爱他爱得太卑微 所以他才不会珍惜你 女人要是不珍惜自己 男人就更不会拿你当回事 我和小凡一比 真是傻到天真 但凡过节 小凡微信朋友圈里铁定会晒男朋友送的Gucci SK2 用小凡的话说 这是男人的头名状 本姑娘可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娶回家的 可我对物质并不在乎 不然我在大学时就不会看上殷科这个穷小子 我们毕业时 他保送本校研究生 我去工作 一个人的工资 两个人花 苦点累点都不在乎 两人躲在出租屋里 关上房门读杨将的小说 又哭又笑 他对我说 今后咱们俩也只有死别 没有生理 呸 我只想回到老家 暗自舔是自己的一身伤痕 没想到老家信阳新县和北京仿佛是一个时空里的不同年代 二十八岁 女 在新县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况且我现在还没工作 立刻就变成众矢之地 第三次相亲失败后 父母对我完全没有了好脸色 早上 我习惯性地煮好红茶 父亲却突然失控 将煮茶壶摔了个粉碎 他朝我怒吼 家里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就是让你搞这些养玩意 又朝母亲发飙道 姑娘家的不知道自重 让人家白玩十年 破鞋一样 谁能看上他 嗯 我 李盛南 破鞋 我又羞又气 摔门而去 本想狂吃一顿炸鸡啤酒解解气 结果围着小县城转了半天 恍然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忘经正宗的寒餐 只有一家山寨汉堡店 我站在麦当鸡汉堡店前 心里五味杂沉 李盛南啊 李盛南 父亲骂得对 你变成破鞋了 竟然还忘不了每天早起给英科煮的红茶 都怪张西那个贱人 我怒气冲冲咬了一口炸鸡腿 立刻吐了出来 张西这个绿茶的名字和山寨麦当鸡一样恶心 母亲等我回家后 悄悄把我拉进屋里 对我说 盛南 别生你爹的气 当初你都考上家里的公务员了 怎么劝都要留在北京 现在弄成这副样子 我和你爸都抬不起头来 母亲正了正 用更小的声音和我说 可只要结了婚 谁都不敢再说你啥 你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这次你千万别再说自己谈过恋爱 实在不行 我陪你去市里的大医院 咱们把处女魔修复一下 嗯 修复 说了半天我还是个破鞋 我好不容易咽下去的山寨鸡块 又在胃里翻腾 周末 一个打扮吐气的男人 拎着两瓶五粮液和两条中华五烟 敲开了我家的房门 我依旧像皮条客 兴高采烈地朝他介绍我 这是李盛南 九八五大学毕业 专业就是会计 姑娘学着专业 不抛头露面 省心 父亲看到好烟好酒 顿时喜笑颜开 我妈把我们关在书房里 进行王八和绿豆的配对工程 我叫陆海平 三十五岁 文化水平不高 现在经营着几家酒店 她正襟危坐 啤酒度随着话音微微颤抖 头发稀疏到能看清楚头皮 我突然想起 银柯清爽的面旁 不敢想象和眼前这个 油腻男人成双入对的画面 我去帮你倒杯水 我找了个借口 溜出门去 长叹一声 又是一次失败的相亲 刚拐出屋门 便听父亲说道 这冤大头条件不错 赶紧嫁出去 免得赔钱砸手里 我躲在门旁 像被父亲直接敲了一闷棍 顿时觉得自己哪来的资格 顾虑别人的啤酒度 给陆海平倒了杯茶水 硬着头皮又回到屋里 母亲看到了我 眼神里在焦急地叮嘱 千万不要说出自己的情识 陆海平接过茶杯 看出我的窘迫 提议道 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陆海平不断地介绍着自己 我低着头机械地回复着 瞅见陆海平的鞋带开了 我竟然不由自主地蹲下腰 想去给他记好 刚蹲下去 脑子里闪现出 给阴科记携带的画面 十年 阴科仿佛在我心里盖了个章 刮去层皮 冲了又冲 依然留着痕迹 李盛南 你怎么会这么见 我想到此 忍不住哭了出来 陆海平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倒 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安慰我 我把自己和阴科十年的感情续续叨叨地向他讲了一遍 从如何相识到如何被抛弃 完全不顾及对方是我的相亲对象 仿佛长了近三十年的嘴巴 就是为这一刻倾诉而生的 陆海平并没有特别地安慰 又或者不屑一顾 就像他老实敦厚的长相 他说 被恋人背叛 错并不在我们 但我们终究还是要放过自己 我们加了微信 我本以为他是出于礼貌 不会再联系我 毕竟谁会联系一个随时会哭哭啼啼的怨妇呢 可我错了 而后三个月他时不时打来电话 跟我到早安 问我吃了什么 天气冷了 多喝热水 真老土和当年的我一样傻 他开着自己的解答 带我去逛商场 看电影 我已经死了的心 慢慢被他捂得温热起来 小小的县城配不上Gucci和Para 但陆海平却值得一切美好 除了他的秃头 我问陆海平 你喜欢我哪里 陆海平回 不知道 但就是想心疼你 也许他也曾被人伤透过心吧 既是心疼我 也在心疼自己 我坐在收拾的干干净净的解答车中 头朝着北方默念 英科 是时候说再见了 在我和陆海平相识一百天后 我们结婚了 他确实条件不错 住着别墅 在我们这里算得上财务自由 就是别墅的院子里种满着绿油油的大白菜 萦绕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新婚那夜 陆海平兴奋地爬上床 她的手刚摸过来 我的身体便不由自主地排斥 极力地抗拒着陆海平的求爱 我清楚这是妻子的分内之事 但我的身体却仍以为自己属于另一个男人 陆海平规矩地放弃了 她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 说 没关系 咱们慢慢来 我躲在化妆间里 还是忍不住给那个熟悉的号码发了短信 我已结婚 各自安好 工作的事暂时还没着落 我每天住在硕大的别墅中 和白菜为伍 一天晚上 父母突然敲开院门 父亲往沙发上一躺 好像他才是这别墅的主人 我立马明白他们是来催生的 父亲直截了当地说 不生孩子 你能拴住陆海平 你看看县李海平这种经济条件的 哪个不是娶了年轻漂亮的小媳妇 你赶紧生孩子 真是鱼目脑袋 在父亲眼里 我不过是从破鞋变成拴住金龟絮的绳子 从来就没算作人 母亲在一旁欺查 对父亲的侮辱视而不见 我看着母亲唯唯诺诺的样子 恍然明白自己 为什么爱因可爱的卑微 我和母亲一样太过懦弱 错把牺牲也当作爱 但这不能是你们欺负我的理由 一股恨意涌上心头 我不愿再对父母 有半点好脸色 我结了婚 就是泼出去的水 饭不上再让你们管 陆海平忙得天天不着家 你们这么有本事 就去劝他 父亲被我噎得 从家里顺了两条中华烟便走了 陆海平在市里的酒店开业了 三星级 他领我参观完酒店 又带我进了一间精心装修的办公室 以后这就是只属于你的空间 管管账 训训人 李盛南经理 惊喜吗 陆海平接了电话 便下楼去了 我独自坐在叔父的老板椅上 这里不再是憋屈的格子间 面前的红木办公桌 远处地透着古味的储物柜 墙壁上悬挂的写意画都属于我 我兴致昂扬地下了楼 刚出楼道口 便听到一个姑娘娇滴滴的声音 陆大老板 我不想在这座前台 你快把我调走吗 是一个妆容精致的前台小妹 陆海平笑道 再等等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陆海平又说了几句 那姑娘突然提起粉拳 朝陆海平身上打过去 却被陆海平一把抓在手里 我的脑袋翁一下就炸了 混蛋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把小三和自己老婆 放在一个地方办公 陆海平 你这是为做什么方便 为了羞辱我吗 我并不是没有想过 小县城的土豪勾三搭四 但是陆海平身上那股踏实的感觉 让我打消了这种偏见 果然如小凡说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回到办公室 焦躁地走来走去 心里不断盘算应该怎么办 账本 对 我就不信陆海平的账会没有问题 你对我不仁 就别怪我对你不义 账本就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好像特意等着我似的 果然这账做得十分粗糙 还虚开发票 我把证据仔细地拍摄清楚 有陆海平的把柄在手里 可那团怒火 还是压制不下去 我回到前台 那个娇滴滴的姑娘 一看见 我就满脸堆笑说 夫人 好 她妆容精致 身材娇小 一脸昧相 胸牌上写着 张玉霞 妈的 我是上辈子捅了张姓的狐狸精窝 小张 你去厨房帮我弄碗面 到办公室来 我按下决心 别对这狐狸精手软 等她笑嘻嘻地把面端来 我一下把碗 在她脚边摔个粉碎 汤活面散落一地 那姑娘正住了 带着哭腔说 舅妈 我哪得罪你了 舅妈 陆海平哪来的外孙女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没好气地说 谁是你舅妈 你刚才和陆海平亲亲我我 我都看见了 她哭道 海平是我表舅啊 我还参加过你们婚礼呢 不信你看 我接过她手机一看 和陆海平家人的合照里 张玉霞就在相片的一角上 地缝在哪 我要把自己塞进去 我赶紧把张玉霞扶在老板椅上 连连抱歉 你怎么不早说 我舅舅说不让我暴露亲戚关系 得和他就一样都是老实人 他好容易不哭了 说舅妈就是抓小三 也没有你这么抓的 我要是小三 来个死不承认 你咋办 我心里叹道 要是我有抓小三的本事 我就不会是你舅妈了 自从解开误会之后 我发现 玉霞倒是很和我对脾气 别看张玉霞年纪轻轻 倒是跟他学了不少 对打小三斗渣女的方法 舅妈 最狠的报复 是让男人后悔 他的现任自卑 可是学这些有什么用呢 又用不到张希和英科身上了 但是酒店出了事 让我改变了想法 舅妈 快 有人在咱们酒店抓小三 玉霞兴致冲冲地 拉着我去观摩学习 刚上了三楼 就远远地瞅见一个中年女人 正坐在301房间 门口放声哭泣 床上的女人 头发散乱 围着浴巾 养着头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 裸身男人正破口大骂 混账玩意 你们还敢来抓我 姓王的 你听着 老子就是不要你了 不生不养的丑东西 花我的 吃我的 还敢管我 离婚 去你妈的 他身旁的年轻人一把 将他拽到墙角 嗡狠狠地说道 畜生 你再骂一声试试 那裸男毫不惧怕道 你个不知道感恩的小混蛋 我告诉你 你的工作是我托关系找的 你还敢动我 你工作 保不住了 年轻人怒道 我曹你姥姥的 不要就不要只见他一拳 就招呼到那男人脸上 又发疯似的猛踹脊脚 哦 弟弟带着姐姐来抓奸 小三着急喊道 报警 你们还不报警 我们是花了钱的 在这出了人命 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年轻人一扭头 锁住小三的脖子 他朝门口的女人 喊道 姐 你给我抽这个剑婊子 门口的女人 已经哭到身体发软 跪在地上 不断地摇头 玉霞在我耳旁小声道 这女的真没出息 软骨头 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只觉得怒气上冲 顶得我脑门嗡嗡作响 年轻人不断地呼喊 让我空白的意识不断迷离 好似小凡在我耳边道 胜男 当女人就不能怂 给我上去抽张吸他压的 我顺手拿起一个花瓶 两步上前 朝那个仍在骂骂咧咧 奋力反抗的贱人头上 狠狠地砸了下去 玉霞抢先一步 拉住我砸下去的手 花瓶正砸在床檐上 顿时碎片乱剑 那小三被吓得连滚带爬躲在墙角 怒气冲冲地朝我破口大骂 我嘴里下意识地喷出 平生知道的所有脏话 和他对骂起来 混账 婊子 旁边的员工 根本没料想到如此的意外情况 玉霞用尽所有的力气 把我拉出屋 等回到办公室 我的手狠狠攥着花瓶碎片 血顺着手往下滴 心情竟然不可言说得爽快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屏幕上是一个熟悉的号码 我老公英科 让我转告你 祝小土豆新婚幸福 麻烦您在老家踏踏实实待着 辛苦您不要再骚扰我的老公 你的师妹 张希 血沾染在荧幕上 我的嘴角止不住地抽搐 所有的出轨都不值得原谅 我想起为英科白费的十年 我想起张希口蜜附件的反见 我想起落魄回家后 父亲的无情嘲讽 这一切都是拜你们这对狗男女所赐 我要回去 回北京 这一下应该敲在你张希的头上 我得说服陆海平 海平 咱们准备要个孩子吧 但是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着想 我想考北京的公务员 陆海平并不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 我从户口 教育 医疗头头是道地开始给他分析 最后用一句话打动了他 我也想为咱们的孩子拼一次 陆海平不知道 我心里有别的想法 就算是考不上 我也要找别的工作回去 他把我搂在怀里 答应了我 如果你真的考中了 那我就把家里的酒店全卖了 去北京开一个 老天有眼 今年的报考职位里有张希的单位 现在我只差一个机会 我如同重回高三一班 开始艰难地备考 陆海平为了备孕 也开始戒烟 他每晚都陪在我身边不停地喝茶 磕瓜子 半个月下来 我瘦了十斤 陆海平胖了十斤 眼看我们俩都快死在备孕的手里 玉霞听说了之后 送给我们一剂良药 健身 于是我们住进市里自家的酒店 两人一起去健身 然后他处理生意 我苦读材料 一切才慢慢走上正轨 我感觉自己不断在变化 脸型开始消瘦 勾勒出风力的下颌线 身材开始变得凹凸有致 脸上容光焕发 尤其是那双眼睛 我感觉他不在空洞 仿佛睁开眼就能射出激光 老陆看我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他对那事越求越多 非常幸运 日夜苦毒换来成功上岸 再次回到北京 陆海平大笔一挥 全款为我买了套小房子 报到的前一天晚上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内心躁动不安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 宅在出租屋里 替电视里的男男女女 痛哭流涕的傻姑娘 也不再是为了 苦苦哀求英科 不要离开的软骨头 这两年 我在老家瘦得白眼 被人当成破鞋的屈辱 我独自流下的泪和血 通通都要还给你们 加倍 天还没亮 我就起床 梳理好头发 化了个漂亮的妆 我暗下狠心 李盛南 快想起当初 你要给别人加小三开调的很近 计划第一步 就是彻底掌握张希的信息 随着人事处让每一名新同事 在人事系统里填报家庭成员信息 我知道机会来了 我故意漏去陆海平的信息没填 当人事处的王小燕给我打电话 询问我 为什么不填报丈夫的工作单位时 她便成为我进入人事系统 获取张希资料的突破口 王姐 我刚来对这填报系统还不太熟悉 辛苦您指点一下 王小燕满口硬承着 登录了她高权限的人事系统 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时间恰到好处 王姐突然把电话声音调小 朝我说道 我这婆婆真是识多 小李 我接一下电话哈 你进填报页面 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当然知道 电话那头不是她的婆婆 因为那是我为了支持走她 特意安排的房产中介 王姐一走出门 我立刻在输入框 敲下张希 按下回车键 页面跳转 出现查询的小圆圈 连同我的世界一起旋转 他们有两岁的孩子 那就是说 英科和我还没分手的时候 张希就已经怀了孕 那就是说 我和英科谈恋爱的十年里 英科有一年都在背着我和别人偷情 恶心 从内到外的恶心 十年感情 一个月内就绝情地快刀斩乱麻 就是因为张希马上就显怀了吧 我独自站在火车站时 竟然还在等着她的身影 我新婚接受众人祝福时 竟然还在期待她来抢婚 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愤怒和屈辱如同火山爆发一样 在我的心里肆虐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我疯狂地记下张希亲属的所有信息 姓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电话 即便你张希没有把柄 我就不信你家里人就格外干净 没想到意外发现来得这么快 姓名 张希 年龄 二十五岁 学历 大学本科 家庭成员 配偶 英科 年龄 二十九岁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家庭成员 子女 英心童 年龄 两岁 实至深秋 单位组织香山赏红叶的秋游活动 有同事带着家属 我坠坠不安 生怕在活动中自己孤立无援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 你越怕什么 就越来什么 香山脚下停车场 同事们在一旁集合 准备领取单位准备的门票 这时 一辆金牌奥迪车慢悠悠地开了进来 它还特意在我面前鸣了下喇叭 张希摇下驾驶座的车玻璃 朝我轻蔑地笑了一下 我瞥见副驾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年多没见 英科瘦了 英科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 就立刻把头扭到另一侧 我硬起心肠 按骂自己别犯见 没一会 张希拉着英科便走到同事身边 王姐在我身边赞叹 看着两口子 男才女貌 真是般配 婊子配狗 的确般配 师姐 我们一起爬山呗 我让我老公英科 给你背着水 张希挽着英科的手腕 仿佛黏在她身上似的 我看着英科熟悉的脸庞 强装镇定 说道 因老师一年多没见 更精神了 王姐这个大嘴巴 立刻发现了八卦 你们都认识啊 瞧我这 你们都是校友吧 张希却假装疑惑 用她那语声句来天真的嗓音问 咦 老公 你也认识我师姐吗 英科仿佛在注视垃圾 不认识 你同事可能记错人了吧 我万没想到 英科会如此冷血 半点情面都没有 只觉得自己浑身都在颤抖 牙齿都被咬出一条缝 满嘴都是血位 张希忽然拽了英科一下 依偎着她走远了 我远远地跟上去 恶狠狠地想今天 我就是把他们推下山去 也不再受你们这鸟气 但香山红业绩 游客真的太多了 哪里会有下手的机会 我仍不肯放弃 紧盯着他们不放 他们在索道旁分开 英科站进索道的队伍 排队下山 而张希却走了另一条下山的路 这让我迷惑不解 张希坐在下山路拐角的座椅上 她不时地拿出手机看看时间 脸上忽然笑了出来 这时我从脚底挑了块 合适的石头 冒着肩 容易敲进颅骨的那种 抬眼再看 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自下山路逆着人流走了上来 是萧苗 我们单位宣传处的科长 出了名的风流倜傥 张希如同少女般站了起来 他俩一前一后 往另一条人较少的路上走去 我不由得心里纳闷 远远地跟着 张希在前走着 萧苗忽然回头环顾一周 像是在确认什么 我害怕被发现 赶忙葬禁术后 眼前的下一幕 让我大吃一惊 只见萧苗快走两步 追上张希 她的手静在张希的屁股上 拍了一下 张希回头归来 娇撑着打粉拳 往她身上拍 她们像是一对小情侣 畅快地游玩后 相互调情 萧苗抓住她小巧的手 一把将她拉进怀里 迅速地在她额头上 浅浅地吻下去 我慌忙丢掉手里的石头 去摸口袋里的手机 当我举起手机时 她们已松开双手 并排地走了下去 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当晚小三 还要学老公品尝偷情的快感 狐狸一路出尾巴 我的猎枪 终于可以扣动扳机了 陆海平送我到北京时 给我留了一张五十万的卡 而这张卡在发现 张希和萧苗调情的当天晚上 就消费了十万 一个月后 我就拿到了 他们在酒店开房的照片 我看着张希被按在墙上 肆意放荡的样子 如同看见砧板上 奄奄一息的鱼 接下来 我可以凭自己的意愿 选择整条红烧 或者切碎炖汤 又或者直接丢进垃圾桶 慢慢地看着她腐败声区 我从来没有如此兴奋过 脑子里第一个念头 便是想欣赏英科 看到这劲爆照片时 脸上的表情 周四的晚上 我寻了一处安静的咖啡馆 顺手帮殷科点了一杯红茶 你还记得我喜欢喝红茶 此刻的殷科说话的语气 倒像是多年未见的好友 怎么 殷老师又突然认识我了 殷科苦笑一声 却不回答 只是关切地问道 听小凡说 你嫁了个有钱人 他很爱你 我也就放心了 殷科 你说得真轻松 你能想象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十年感情 你说背叛就背叛 把人往绝路上逼 还敢说放心这字 你有良心吗 殷科沉默着 我突然发现 他的病脚已经长出了白头发 显得整个人都苍老了 但我不想和他多废话 我不是来找你叙旧的 说完 我把照片怕一声摔在桌子上 喝了一口咖啡 仔细地盯着殷科的脸 生怕漏过一个细节 殷科把照片从袋子中拿出来 他拿着照片的双手颤抖着 指甲深深地掐进照片里 脸刷得一下白了下来 就像是电影屏幕突然转场 闪着阴沉沉的白光 他语气顿时阴暗下来 你想做什么 李盛南 真是个好丈夫 看着自己老婆出轨的铁证 竟然质问 我这个恩人想做什么 你要报复他 你想拿着这些去举报 不止 我还很想看看你得知 被人背叛时的脸 殷科突然如同疯了一般 将照片撕了个粉碎 我嘲笑道 这可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殷科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我正要往外走 殷科忽然把我拉住 我怒道 放开 趁我心情还不错 赶紧给我消失 殷科突然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他把头埋在地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哭了出来 李盛南 是我对不起你 求你放过我们 这还算个男人吗 自己妻子出轨 竟然求钱女友放过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滑稽的事 我早就知道他出轨 这都是报应 你满意了吗 我求求你 我求你不要曝光他 我如同被雷击中一般 事情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了 你 你知道张希出轨 我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但我求求你 看在咱们十几年的情分上 别曝光 他忽然抬起头 猛地用力扇自己的耳光 发泄一下又一下 我一把拉住他的手 只问道 殷科 他到底哪里好 你就这么爱他 这时候还替他着想 他头摇得像波浪鼓 又像是发疯的狮子 李盛南 你知不知道 孩子在两岁之内 父母离婚 一定会判给母亲的 我放不下女儿 你知道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我不想让他再受一遍我遭的罪 为了女儿 我什么都能忍 我求求你 我不想让女儿生活在单亲家庭 他忽然抬起头道 你想要什么 我会好好补偿你 以后我会好好对你 我怒不可遏 朝他脸一巴掌 猛扇下去 你可真让我恶心 我一字一字 砸在他的身上 转身就走出咖啡馆 那十年我真是瞎了眼 我刚进家门 陆海平兴奋地 把我领到地下车库 一辆崭新的特斯拉 以后你上下班 就再也不用挤地铁了 就在陆海平 拉开车门那一刻 我的泪哗哗地 一下流了出来 那晚上 是我第一次主动求爱 我感觉自己身体 终于离开了 阴科的魔掌 像一只小羊羔 被陆海平 珍惜着保护起来 但我的灵魂 仍然被过往束缚着 张希还没有付出 任何代价 就在陆海平 兴致勃勃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 更加黑暗的想法 张希 既然你爱的 不是你的老公 那我就要 把你爱的人夺走 被盼早晚会降临在你的头上 狐狸露出尾巴 猎人的枪头 需要重新调整角度 才能一枪毙命 一想到此 我和陆海平同时奔向高潮 我紧紧搂住陆海平 心里默念道 对不起 掌控萧渺 比我预想得更加容易 对他来说 没有比丈夫在外地工作 独自留守北京的美人 更诱人的猎物了 如萧渺这种肉食动物 一下就能嗅到我身上 散发出的迷人味道 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我想得很明白 对萧渺 不主动 不负责 不拒绝 在三个月后 萧渺终于不再满足 把关系只停留在微信上 情人节的当天 萧渺匿名送来一大捧玫瑰花 更是露骨地 把当晚订好的酒店位置 发送到我的微信上 情人节 他在张希和我之间选了我 我发信息问萧渺 你就这么喜欢别人的老婆 萧渺还以为 我在和他调情 我爱上你了 不管你结没结婚 我忽然正色到 那张希呢 你同时爱很多人啊 萧渺被我问得愣了一下 还想和我狡辩 我直接生气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俩的关系 别忘了 张希可是我的师妹 那和咱们没有关系 我是真心想跟你好 我甚至都想 我冷笑一声 赶紧打断她 别说了 萧渺 也许我不是个好女人 但是我不可能接受 我的男人心里 还装着别人 更何况是你 没等萧渺回复 我便把手机锁平 不再理会 我突然觉得轻松涌上心头 这恶心的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张希 背叛就要轮到你的头上 我突然想念起陆海平 想起她可爱的啤酒度 想起她定期亲自清洗的捷达车 想起她训斥玉霞时 眉头上皱起的穿字 我给她打去电话 劈头盖脸地问 自己在家有没有好好吃饭 给她买去的茶叶喝了没有 家里腌制的白菜 能吃了吗 挂了电话 我好好地洗了个澡 心里想象着张希 即将被背叛时的表情 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天蒙蒙亮 我突然闻到家里 一股浓浓的烟味 我睁开眼睛 却看到陆海平站在床边盯着我 脚下是数不清的烟头 你怎么来了 刚不是说家里的酒店有急事吗 陆海平什么都没回答 转身走出了屋 不对 我从来没有见过陆海平 如此冷漠的样子 我慌忙追了过去 道 你从新县开夜车过来的 陆海平又抽了一口烟 仍然冷漠地看着我 他突然把烟头扔在地上 用力地碾灭 盛南 我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没等我回答 他又点起一根烟 我和北京的哥们谈好合作了 过了大年 咱们家的酒店 就要在大兴开张 夫妻团聚即将迎来幸福生活 他忽然脸色一变 继续道 可昨天晚上十点多 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 她给我发了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你想看吗 她忽然大声读道 亲爱的宝宝 这是酒店的位置 咱们下班过去一起过情人节 张希 是她把聊天记录 发给了海平 萧淼是她将计就计设下的局 难怪张希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别的男人叫我老婆 宝宝 当我还在准备情人节礼物 给自己亲爱的老婆 准备惊喜的时候 她竟然要去和别的男人开房 张希没有发完整的聊天记录 但我彻底慌了 不知道该从哪里和自己的丈夫解释 海平 你听我解释 陆海平突然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把我摁在饭桌上 手机亮晃晃地摆在我的脸前 道 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叫得多亲啊 你们女人怎么都这么见 我只顾着报复前任 忘了自己身边的人 我确实是见 我被她压得喘不上气 双手不断挣扎着 用尽全力想要挣脱 却感觉已被憋得天旋地转 她忽然松了尽 我连忙大口呼吸 从嗓子眼里声声挤出声音 解释道 海平 我没去 我话还没说完 陆海平她抬手对着 我的脸扇了过来 我无力反抗 躲在角落无力地 护住自己的头 痛苦地忍受着 她抓起我的头发 一把将我摔在门上 像野兽一般咆哮 生存的本能 让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夺路而逃 我强忍着疼痛 敲开小凡的家门 一见到 她立刻昏了过去 再醒来时 小凡耐心地用冰带 给我冷敷伤口 看着她心疼的眼神 我慢慢地 将这几个月的事 讲给她听 小凡抱怨我 你这么没心眼的人 还学电视里复仇 要是早和她商量 事情就不会到这一步 这时电话响了 我看了一眼 是张希打来的 小凡帮我把电话 举在耳边 只听张希在电话里 那头嘲笑道 师姐你终于接电话了 领导可一直在找你呢 你今天怎么矿工啊 是家里出事了吗 用不用我去看看你 我被这件人一次机 突然如回光返照般 涌上了力气 张希 你别得意 你偷情的证据 还在我手里攥着 什么证据呀 我听着还真害怕呢 你和萧淼 11月24号晚上8点 在维警国际大厦 开房的照片 还在我手里 公务员不要廉耻 那是要被双开的 电话那头 忽然停顿了一下 他又说道 李盛南 我告诉你 随便你怎样 我根本不在乎这份工作 我在北京三套房子 随便卖一套 就够我活的 你知道那些东西 是谁给我的吗 是萧淼 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萧淼和英科 真是把你看得透透的 你呀 就是爱饭贱 真是贱到骨头里 小凡一把将电话 抢过去 朝他怒吼 你别得意 敢欺负到我们头上 我顾小凡一定把你的皮疤了 我无奈地对小凡苦笑 我又一次输给张希了 小凡在屋里走来走去 突然对我说 输不了 有他张希哭的时候 咱们还有翻盘的资本 他们开房的照片 我疑惑地问 那咱们该怎么办 小凡只说了一个字 等 过了两天 我才知道小凡等的意思 萧淼果然又约我见面 他苦苦哀求说 我们之间有误会 他是真的喜欢上了我 按照小凡的计划 我答应了他 但条件是 他必须当着我的面 和张希分手 小凡笑道 你手里拿着这么大的鱼儿 偏偏选这么笨的方式钓鱼 看不出来吗 张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你手里有这么硬的证据 我就说他肯定会咬钩的吧 小凡把见面地点 选在一个豪华饭店的包间里 雅间还带小套间的那种 我渴着最贵的菜 点了一个遍 我一见到萧淼 立刻披头盖脸地质问他 既然你是真的喜欢我 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张希 萧淼忽然伸出他 秀起修长的手指 堵住我的嘴 说 亲爱的 先别生气 萧淼突然拉着我的手 单膝下跪说 盛南 我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你离婚 就像你容忍不了张希和我的感情 我也无法接受 我第一次真心爱上的女人 竟然已经是别人的妻子 我错了 我不该自作主张 但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 原谅我好吗 他像变魔术一样 左手突然拿出一颗钻戒 我伸手去扶萧淼 他却不啃起来 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地相信我 我真的是和张希去分手的 我没想到张希竟然能联系上你的丈夫 害你白白受这罪 等会 我向你证明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没一会 躲在小套间的 我就听见张希开门喊道 萧淼 你还好意思约我 你他妈就不是人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竟然要和我分手 我可不是李盛南 你敢这么做 我就敢把你的丑事全抖搂出来 张希 我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你想怎么闹就怎么闹 你个混蛋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怎么说的 萧淼声音突然冷了八度 别给脸不要脸 我那天就跟你说过 咱们之间结束了 张希话音已经失控了 好 你竟然真的为了李盛南 和我分手 你等着 明天我就去检查部门举报 你勾引女下属 萧淼说道 我还有几句话想问你 当初是不是你 插足李盛南和英科的感情 那天晚上 我和你提分手 又是不是你 偷偷把我手机拿走截屏 发给李盛南的老公 张希说道 是我 又怎么样 李盛南恨上你了吧 你这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活该 萧淼一看 终于把张希的话套出来 顿时像松了一口气 我就明着告诉你 你想怎么举报 就怎么举报 我也不在乎 等我和李盛南结婚的时候 我就给你发情帖 等我们度蜜月的时候 我还会给你发视频 子弹终于打在张希身上 他见威胁已没有作用 瞬间崩溃了 他回头抱住萧淼 声嘶力竭道 萧淼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们不要为了他闹了好不好 我想和你好好的 萧淼却极度嫌弃地将他一把推在地上 张希 咱们好聚好散 真的结束了 耳边传来张希声嘶力竭的哭声 这时我却没任何复仇成功的快感 心里为女人生出莫大的悲哀 看着张希躺坐在地上 已哭成个泪人 小凡突然举着手机 推门而进 我走到小凡身边说道 算了 我真的不想再卷到这里面了 原本小凡计划假装答应萧淼的要求 逼他一点一点透露出与张希的过往 直到萧淼露出要我交出手里照片的意思时 再揭穿他们的一出好戏 然后就放到网上 小凡把录像传给我说 这录像随便你处置 你这样也好 不然还真不知道 那么敦厚老实的陆海平竟然会家暴 全当排雷了 以后还是我替你选老公吧 我心里劝自己 不能怪陆海平 他告诉过我 他曾经也被女友劈腿过 和我一样都是受过伤的人 陆海平对我付出一片真心 可又遇上出轨的事 难免控制不住了 小凡问我以后怎么办 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看着张希从强势变成的弱小无助 我突然觉得我们同样悲哀 我们都像是吃了毒药一般 盲目又懦弱 我和小凡说 我想离开北京 独自去陌生的城市待一阵 我谢绝了小凡陪同的好意 亲自写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书 让小凡交给陆海平 小凡劝告我以后 千万要远离陆海平 这男人家暴一次后 就会尝到这里面的甜头 我满口答应着 心里知道自己 也没脸再看见 那个曾经付出一片真心的男人 我向单位交了辞职信 原本小凡 一直要我把录像和照片 传给张希的家人 然后报到网上 来一招杀人诛心 社会性死亡 但我没有听 只是把录像 还有他们出轨的照片 以及我和萧淼之间那些出格的聊天 通通举报给检察室 站在北京南站里 看着大屏幕上 不断跳动闪烁的时刻表 两年前 赞同离开北京 我还觉得有家可以回 如今我却不知道 自己该去哪里 去那里吧 曾经和陆海平 骑着双人自行车绕着湖面 迎面满是春风的地方 人就是这样 失去了才会后悔 得不到才懂得珍惜 故事讲完了 我是艾希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